经过11号的初选评鉴 共有60个参赛茶点进入今天的总决赛 今年上半年度均温偏高的冲击 小绿叶蝉发生率下降 不过参赛茶农各个评鉴雄厚的实力经验 与精湛的制茶技术 不仅仍掌握住浓郁的蜜味 甚至还能呈现丰富的花果香气 令评审团折服敬佩 昨天初选评鉴晋级的60个参赛茶样点 今天进入总决赛 伯仲之间的水准品质 尤其经营奖项的部分 经过评审团二轮的官能评评之后 才分出胜负 众所瞩目的金牌茶王也出炉 也还不错 因为你基本 奖约都很高 有有有 也有到金牌 今年做这个茶会不会比较痛苦一点 因为天气很热 对 今年的 像现在这个时候就比较没有 刚好比赛前 这个比赛茶都有相当的水准 大家说品质来算是不错 今年上半年度 花莲南区茶产区 瑞穗玉里以及副里 平均温度偏高 小绿月产不活药 朝夕云破坏的茶叶不多 不过参赛茶农 各个评鉴着雄厚基底 经验与精湛的制茶技术 不仅仍掌握住了浓郁蜜香红茶 独有的蜜味 甚至也完美呈现了丰富多层色的花果香气 令评审团折服敬佩 金牌绝对是蜜味没有问题 那这个蜜味的时候 小绿月产我们讲就是可遇不可求的 可能今年的时候因为气候的关系 在农历过完年之后的时候 那一波会比较强 发动地区又比较热 可能稍微的小绿月产没有 但是不影响它的一个品质 然后今年我们发现到就是说 有些品种的时候 它因为小绿月产 吸食的一个程度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我们这边的农民的加工方法 非常的精进 它就把它转到花果香带有蕴香的滋味 这一喝起来 就它的干纯度的很明显的一个表现 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我们鼓励的 主要是以蜜味为最基本的品评条件下 除了优良奖项 也分别评价出35个铜牌 30个银牌 以及15面的金牌茶王 整个决赛茶样点的淘汰率仅有17%左右 现建花绿蜜香红茶产业技术水准一致 而至于得奖茶品 农会也将会协助茶农包装行销 提升农产经济收益 茶农跟农会体恤就是大家经济上可能面临通膨的问题 所以今年的比赛茶是没有涨价的 那我们今年办蜜香红茶已经进入了第18年 那在这段期间消费者也好 茶农也好 对我们这个蜜香红茶的这个评鉴的部分 是蛮支持的 那正面的声量也蛮多的 那我们跟县政府会持续的来办理我们的蜜香红茶的部分 虽然万物起涨 花莲蜜香红茶等茶产业 不论人力或基材等生产成本也跟着提高 但为了茶饮市场的安全 就幸出炉的得奖茶品 农会与茶农也达成动涨的共识 让消费大众都能以以往的价格 选购平民安全健康的花莲蜜香红茶 记者是玉兰对岁采访报道